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碗中放点杏仁 倒入开水浸泡五分钟 准备一些红枣煎成片 盘中放点生姜片 将泡好的杏仁把外皮剥掉 锅中放适量的清水 萝卜皮生姜片 冰糖 开大火将冰糖煮至融化 五分钟以后放红皂片 萝卜皮 盖上盖子 打火煮十分钟 时间倒打开 把杏仁放进去 再煮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关火出锅 装碗即可食用 一道美味的萝卜杏仁汤就做好了 经常喝这个汤对我们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喝着一点都不新浪 香香甜甜很不错 这里面的食材吃起来也很美味 多喝这样的汤 肉肺油化痰 还能提高免疫力 冬天的时候可以煮上一些给孩子老人喝 每天做上一碗 非常的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